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柳敦和加勒諾之前 哪個天文國家最偉大? 我們有在以前的科學會議裡提過 就是講開普勒 克普勒 他作為一個哲學人 又觀測這個大自然 都是一個很多才多麗的人 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去追蹤這些天文的軌跡 然後記錄了下來 留下了十幾二十年的數據 去找到一個數學圖 找到一個叫做開普勒定律 最後後來有牛敦的萬有引力定律 就可以成功解釋開普勒定律的來源 這個功績很大 那個時候天文的觀察是用什麼器具? 加利略他就有個這樣的望遠鏡 但是在此之前 望遠鏡這些東西就不是這樣 不是說人人都可以有的 OK? 在同期當你有了第一個光學儀器 在那個時期 加利略時期開始就會有一些光學儀器去做 一不是你就肉眼了 還有還有一些投影的方法 其實如果用投影來看天上的東西 你會發覺中外文明都有這個能力的 如果你說在中國文化裡面 墨子的典籍裡面 都有記錄過一些針孔成像的一些觀測 但是那樣東西有沒有連結到一種天文的記錄呢? 就沒有了 但是現在Kepler 其中一個在1607年很重要的貢獻 他就看太陽 他就觀測一下太陽上面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他原來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準確的方法記錄了下來 這個數據令到今時今日的天文人 都能夠利用到他來歸一些的結論 去令我們對太陽的認識增多 但是你怎麼看太陽 這麼會光? 那又想問一下 如果大家看日蝕 你不能直接看 是不是? 當然如果你真的有錢的 自己買個好一點的太陽鏡是有的 但是一般都不是很主張你這樣去直接 直接從光線那裡去看太陽 很多時候用一個間接的方式 找一盆水來去反射也有 接著將那個針孔成像 這個就更加容易了 就是你找一張紙刺個洞 然後等它穿過之後 就投影了在一張紙上來看他的影像 其實我記得幾年前有一次香港的日編織 也有很多那些很就手的一些看日蝕的工具都出來了 好 那當時他看的時候 這個Kepler 他留下了什麼資料在那裡? 那是很有趣的 一個美麗的錯誤的 現在台長你展示出來的畫面這張圖呢 就是他1607年那個文獻記錄的那個太陽上面 發覺就不只是一個光點 那他用的方法就是針孔成像的 他就將太陽光穿過了一個紙上面的一個洞 然後那個影像就投射了一個洞後面的一個屏幕那裡 那就看到那個太陽的影像 其實就要留意了 不知道台長你自己有沒有試過去觀察一下 這些針孔成像的影像 你有沒有留意到其實是上下左右反轉的 我們照鏡純粹是左右反轉的 但是如果你針孔成像的東西 是直接上下左右反轉的 也都等於將那個影像是做了一個180度的旋轉 那這個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那你就要由光學的光線怎麼穿過那裡去理解這件事了 那麽 Kepler 他不止一次去做一個這樣的觀測的 那有時候也都去看就是 你觀察這個影像的時候 你是要找一個 就是找一張紙來接著那個影像 你是站在一張紙後面還是前面呢? 那你出來的影像也都會有些不同 那所以在Kepler 他自己的文獻記載的時候呢 也都找到一些痕跡就是說 他曾經試過用不同的方法去記錄 去接著這個太陽的影像 然後呢 就反正他上面看到什麼呢? 在紙上面看到什麼呢?他就畫下來 但是他也都嘗試引入一些比較準確的座標 連這些角度都記錄下來的 所以他也算是第一個做一個比較正確的太陽表面影像的觀察的一個人來的 那在這個1607年的這個影像 你想一下1607年對應就是中國的明朝晚年的時候 那他就已經在做一個這樣的天文觀察 那就看到太陽上面有個黑點 但是他當時呢 他就沒有意識到這個是太陽黑紙來的 因為很多時候在那個一路由古希臘文明那裡流下來 大家都會想一件事情 他就覺得 太陽是一個至高無上最完美的一團火來的 上面不會有瑕疵的 所以大家不會想到這個太陽上面有一個黑點在那裡 那麼Kepler他當時看到這個影像上面有些黑點呢 他想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上面一定是有其他的星走過 而Kepler自己這麼喜歡的就是有些東西圍繞著我們轉 就是你不要管地心算你日心算 有些東西如果是走過我們中間一點都不奇怪 就是譬如我們的月亮都有時走過我們和太陽中間 所以有日蝕啦 那如果有些小顆的東西在我們之間走過 譬如是水星 金星這樣 那麼當時Kepler他就認為這顆是個水星來的 他認為那個水星就在我們地球和太陽之間走過 是水星零日來的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用我們的天文來看 我們就知道當時應該就不會有那個情形 就是那個東西出現的 而更加可能呢 其實就是太陽黑紙 所以Kepler他自己雖然記錄了一些東西 但是他原來就意會錯了 但是他將這個黑點就用很簡單的幾何座標方式 就記錄了下來 那麼就在今時今日就由哪一道地方的人呢 就由日本的名古屋大學的一班天文研究的人員 就拿回Kepler當時的數據呢 就找到多一些對於太陽的認識了 但是我們怎麼可以知道太陽在1607年的時候的樣子是怎樣的 我們本身就不知道的 但是現在我們有些 看看我們想研究太陽什麼呢 首先我們知道Kepler他記錄這個時間和日期是多少呢 所以他由他的文字那裡的記錄 他的注釋 他其實這個影像就是由觀測太陽那裡去拿下來的了 這樣 所以就叫他記錄了太陽的樣子 但是究竟這件事是什麼呢 這班名古屋大學的研究人員呢 其實他們特意想專注在一個叫太陽黑紙周期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的 太陽黑紙呢 有出現每隔十多年一個周期的 粗疏一些就是11年至13年都有 中間就會出現一個高峰 其實剛剛這個2023年的年尾都是一個太陽黑紙高峰的時期來的 原來太陽黑紙呢 不是看這篇文章我也不知道啊 他呢 我就純粹以為在這個11年的周期裏面 開頭就沒有 突然之間就很多 然後就少 就這樣就算了 但是原來在分佈形式上面呢 都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的喔 在這個太陽黑紙慢慢去累積越來越多 太陽表面上的活動 黑紙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它其實開頭是傾向在一個比較高位度那裡發生的 就是在整個太陽這個餅呢 就會在比較貼近兩極的地方出現黑紙的 然後呢 隨著它的活動越來越多呢 那些黑紙和往後期越來越少的時候呢 那些黑紙多數就是在比較接近那個太陽的尺度那裡去發生的 那所以原來這個黑紙的分佈呢 和那個出現在這個太陽黑紙活動 究竟是初期 高峰期 還是晚期呢 是會有分別的 那所以在這裏呢 其實由這個卡普拉給出來的這些 畫下來的這些數據呢 這些影像呢 其實就告訴我們 其實當時這個太陽黑紙活動是處於是初期 高峰期 還是晚期 就留下了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那它重要的價值還可以在哪裏體現呢 其實原來 我們人類歷史上呢 第一次有正式的天文學紀錄 去記錄太陽黑紙呢 是要去到成 就是十八世紀 十七世紀沒有十八世紀初的 那它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叫做 就是由第一個記錄到的太陽黑紙活動周期的紀錄 我們叫Solar Cycle One 就是說其實就代表著 不是太陽的周期 這個是我們人類懂得去記錄太陽黑紙活動周期的第一個周期 到今時今日已經去到二十幾個周期了 就是如果大家去網上搜尋那些太陽黑紙活動周期的 那麼在這個一七幾幾年之前就沒有文獻紀錄的 但是現在我們發覺原來Kepler提供了 是一個有效的文獻紀錄 我們可以用它的紀錄來追溯回 原來這個是第負十三個周期 即是說在由Kepler去記錄之後 再經歷了十三個太陽黑紙活動周期 就正式到了現代有人去記錄太陽黑紙活動周期 即是有系統地記錄的出現就發生了 那麼現在可以這麼說 我們可以說有效地記錄太陽黑紙活動 就可以推前到一六零七年 不過Kepler他不記錄之後 這個圖中間就出現了一百多年的空白 接著才有去到這個十八世紀 去到十八世紀 那才再有人去詳細記錄這個太陽黑紙活動周期 那麼現在再加多講到一樣 我們甚至乎由Kepler的數據定到 Kepler這張圖他在記錄的 就是第負十三個周期和第負十四個周期之間的狀態來的 是 這個圖就很簡單 但是畫到一樣東西就是一個新的資料 那麼這個紀錄本身呢 是不是代表了這些天文的紀錄呢? 就是我們去發掘的時候 我們在裡面會找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 可以這樣講 Kepler因為他很著重那種紀錄的精確度 你看他畫的圓形 他特意找一個圓規來畫的 還有他特意把那個直徑、水平的那條線 和那個打斜角的那條線都畫出來的 所以他是有意識地把那個 出現了在哪一個方位都記錄了下來 就是因為有這個數據 令到我們去對回我們現有數據的時候 就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佐證 所以說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 留下了一個考古的一個線索 還有同時間我們都找得出 Kepler在紀錄的時候 有一些的… 哪些地方是他自己沒有遺疑的 比如說我們剛才特意說到 這個針孔成像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上下左右倒轉了的 那麼他有時候看到那顆東西 在下面的時候 他以為就真的在太陽的下面 會是 但是有時候可能忘記了 原來的影像是上下倒轉了 他有時候把東西撈亂了都不奇怪的 所以在這裡就是要後人去… 就是否證的時候才找回 還有一開始就看到他以為是個水星橫過來的 但是後來我們知道 水星零日沒有在那一年出現 所以照計那個應該是太陽黑子 那麼他不止是… 就是一次是觀測到 那麼一路一直有觀測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 其實就是追蹤了好幾年的太陽黑子活動 是 但是那個黑子那個…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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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度多少?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在這幅圖裡估計得到呢? 嗯… 那我就不知道他那些文字有沒有說 但是我猜如果看到那些點有什麼變化呢? 他應該會有提到的 但是在這裡來講呢 我們怎麼定到他現在是處身 就是他觀測到那一刻 那個太陽黑子活動周期究竟是高峰還是低峰呢? 其實就由他那個黑子出現的緯度那裡 給了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而偏偏就是在這個研究裡面 他記錄這個緯度記錄得很正確 那所以令到我們很清楚 當時那個周期究竟是出現了在… 就是… 先前那個周期的尾 還是已經是下一個周期的開始呢? 我們就能夠搞清楚了 嗯… 那麼太陽黑子是怎麼形成的? 這個呢 真是很有趣的 太陽本身的活動呢 上面是很多 就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很理解到的 因為下面也都有一層 外面也都有一層 它整個太陽呢 由兩極和尺度中間的轉速也都不同的 有人就想到就是說 在這些這樣的… 就是… 有差異的轉動 就是譬如太陽的尺度那裡 那些樓體是轉得特別快的 會不會就是這樣令到那些磁力線是打擊呢? 在那裡一路好像扭毛巾那樣 越扭越緊呢? 那麼然後最後 就是扭到整個電池那個張力承受不了的時候呢 是連那些磁力線都斷了 重新再接駁 那麼那個時候就對應太陽那個… 就是太陽表面那個磁力的活動 就非常之活躍的時期 於是他就會局部地形成了一些 就是磁力線斷了重駁的地方 而在那些地方呢 因為有一個磁力線很活躍的運動關係呢 就會將在太陽表面上面那些等離子體呢 就扯了去 令到它不能夠很集中地匯聚在一起 於是令到那裡那個… 你可以說那些熱傳道的活動就少了 那麼那個地方就會暗了 就是很多時候呢 在那個黑字的地方 就是有一條磁力線在穿出來的地方來的 那麼那個溫度就剩下四千度 那麼其他地方就六千度 那麼相對呢 就是光度有不同的這樣 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件四千度的東西 在我們眼中看是真的黑了的 頂多是有少許暗紅的 但是一個六千度的東西呢 就真的燒到是發黃白色光的東西來的了 好 今次的方案好了 我們完成了 那麼下個禮拜就和大家見面 拜拜 好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面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 就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就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真的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我和阿幾圖 我來的時候 抱歉